老外崇拜中医 专门来武当山拜师学艺 而他的师父被称为活神仙 虽然只有小学学历 但却将教导和中医结合 看并不收取任何费用 将道医发扬光大 道医名叫祝华英 家住武当山 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当道医的继承人 武当不但是道教圣地 养生了天堂 还是道教和道医的传承之地 为中医在疑难杂政 和疾病防治方面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祝华英幼年时期 族人大多身患疾病 他也因此走上冲医道路 他学习刻苦 虚心求教 医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当地小有名气 然而在45岁的时候 祝华英却突然做出 上武当山出家的决定 很多人都不理解 他为什么这样做 但祝华英却清楚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医生 想要参悟更高的医学秘密 就必须更进一步 在归入道教之后 祝华英开始在武当山行医 不收取任何费用 很多支付不起昂贵医药费的病人 都来到武当山 被祝华英妙手回春 宠伙新生 在行医数十年 治愈无数患者之后 祝华英结合经脉之说 写出一本 《皇帝内经十二经脉揭秘与应用》 全面系统地讲述了中医经络的奥秘 使得隐秘千年的道医开始走向民间 一位名叫李忠的法国人看到祝华英这本书后非常感兴趣 他专程来到中国 来到武当山下体验修行之路 如今劈柴做饭 琴棋书画 对他来说都是在修行 如今这位法国人来到中国已近二十年 为了生活他从事过很多职业 而他所有的积蓄只为两个心愿 一是读完中医本科 二是建好自己在山下的这间林间小屋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 是因为这里距离正统道医最近 李忠的执着让祝华英十分感动 此时他也在担忧 道医精粹失传 于是二人就这样相遇 也有了师徒之情 为医学事业出家 为道医传承收徒 祝华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医 奉献给了人民